所以大家第一杯冬天的奶茶会选择 太厉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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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正叫大家女儿 今天我们试一期冬季热夜精品测评 你冬天喝奶茶吗 可能冬天就只有芋泥的这个奶茶 但是今年可以感觉到可卷了 又是热枸杞热巧很厉害 特别厉害 所以今天我们就来一期盲测 看看今年的冬季热夜有什么新的花样 首先第一款 来你看俩管 干净的卫生我先来 但咱这箱子有点脏的 第一款不是那个 这一款这有啊 有 搞错了 再来 好酸啊 这是菠萝百香果的那一款 但是这个热饮你知道吗 水果放在热水里烫了烫 烤水里吃 是吧 就是我觉得这种果饮变成热的 这个口感就很神奇 尤其是这种酸的 特别的酸 第二款吧 芒果的 我尝到了芒果的果肉 我喝到了Yellow 它这个是奶打底的对吧 真的就是这个奶制品的热饮 比这种果茶类的热饮 不不多了 就应该是奶打底 是不是有热牛奶的 你没有见过有热橙汁的吧 有啊 有啊 我尝尝 尝尝第三个 还干净吗 辅助辅助 哦在这儿呢 抓个寂寞 什么一种香水味啊 真好酱 有一个种香水粥的感觉 里面是那个什么 意米吗 八口粥 是吧 特别像香水的那种香味 但这一款就很淡 是吧 感觉我目前来说的话 就那个芒果的那个还挺好喝的 来继续 还是得一副注意 哦我的头在这儿 这就是我说的那个 有出热巧克力的那个 这个我知道是啥 他们家今天刚出的新品 红毛联名的那个 耐学的怎么样 哦 跟你说我这张嘴啊 已经 鼓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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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鼓 鼓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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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它是那个什么邻里的那个 手打明宫茶 我就觉得手打明宫茶做热的 简直就是人间的地狱 但这甜度好像特别重要 我在下单那个界面 它写着气氛甜 还有一个无糖 无糖后边括号写着巨难喝 他在一个非常喝热 别点无糖 他觉得怕了你不够酸还送我 我觉得还送了小鸭子 对 整体下来我觉得还是 我刚喝的第二款的那个 我觉得还行 就是甜度也差不多 然后是奶积里的 就会整体不会觉得有点 果汁的那种酸以及呃的感觉 我也喜欢巧克力 因为这个巧克力 有种小时候麦当劳的 有主力的味儿 那我们现在就来接分享 那我选的这个就是 七分田的芒叶小丸子 这个是他们家热饮 排行榜的第一名 我真没想到 这个带香水味的奶茶 居然是喜茶 和甄嬛专联名的那一款 你说它为什么香 是因为家乡水 就厚水 你真的给我下毒了 真的它就是米酿和什么茶汤 真的是可香了 我尝一尝 一会儿吸着底下的料还好一点 你知道那种香是那种酒香的 可爱吗 哦 酒酿 哦 是吧 是有那一点吗 有一点酒酿 那你喜欢就是耐雪新出的这一款 和玩Toys严名 对我看到他们有推那个熊猫那个杯子 特别好看 但我觉得这个怎么说 它虽然是巧克力 但是它比别的就是那种热巧克力 就没有那么甜 咱们巧克力可以冲一下 最后那个邻里的那个柠檬茶 我觉得大家就是喝点凉的 对不要喝热的 我觉得真的 真的太爱吃了 但是能看出来啊 原来大家对于冬天的奶茶店的那种印象就是 其实热饮就那么几款 是吧 就是芋泥的世界 所以我发现现在真的是太卷了 不过有一个好处就是我们的选择就更多了 那你冬天第一杯奶茶选谁 那我选了五杯呢